我们就来看到为什么北韩他拥有的核子武器的能力 现在让全世界都非常紧张 北韩说他拥有核子武器当中威力最强大的氢弹 氢弹到底是什么样的武器 如果北韩真的发射氢弹 爆炸之后的有毒烟尘会逐渐的扩散 21天之内会扩散到全世界 这也就是为什么如果惹恼北韩 全世界都会是受害者 FIRE 毫无疑问这绝对是地表杀伤力最大的毁灭性武器 氢弹要撑热核弹 引爆瞬间空中炸出炙热火球 方圆百里都将沦为炼狱 氢弹最早诞生于美苏疯狂合竞赛的冷战时期 主要利用原子弹来引发核融合反应 威力空前绝后 1952年美国率先完成全球 首次氢弹事报 3 2 1 TESER 威力相当于广岛原爆的500倍 事报代号为麦克的氢弹 将整个太平洋环礁移为平地 史无前例的巨大火光 伴随着炙热高温 震惊了远在数十公里外的围观群众 雷尾的红尾是近书40,000米 这意味着32个宗教堂建议 1250米左右 一块建议能够一层红上了 之前他们会获得到雷尾的红尾 这一层红尾是30米辆 但它似乎是我们的红尾 几个月后苏联也迎头赶上 宣布轻难试验成功 更在1961年成功以空投方式 事报有史以来 破坏力最强大的核武器 杀狂炸弹 五千万吨TNT的爆炸威力 是广岛原子弹的三千倍 这数字连俄国科学家也行呆 数百公里外的建筑物瞬间被摧毁 分析甚至提出 做沙皇炸弹在华府六百公尺高空爆炸 方圆五公里内所有东西 都将被巨大火丘烧成灰烬 二十公里内的所有人都将面临三度烧伤 至少造成三百五十万人死亡 特别说爆炸后的辐射烟尘可能随风 一年以后 更可怕的是 就算核弹不落地 只要在首尔上空一百公里爆炸 也能发动电磁脉场攻击 破坏整个朝鲜半岛电子仪器 瘫瓣瓦斯 自来水 核电厂 甚至航空补件 及一切通信设备 专家分析若核弹在美国上空四百公里 引爆全美都将陷入宛如灾难电影的空前混乱 北韩成功核试报 如果左言不假 不仅成为美俄中英法 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外 第六个有能力制造氢弹的国家 人类浩劫也可能尽在咫尺 北韩步步紧逼 让南韩紧张情势升到最高点 大阵仗展开陆海空实弹演练 主动F-15K猛击英战机 发动MK-84铁锤炸弹 以及远程空对地导弹 模拟摧毁被含核击底 还派出封号北方防卫神秀 射程三百公里的 选武2A地对地弹导飞弹 具备隐形和低飞功能的金牛座 远程空对地寻意飞弹也随时待命 不让金正恩得意忘形 美军将在南韩部署 大规模海空战略武器 包括F-22 F-35A隐形战机 B-1B和B-52轰炸机 并吊派雷根号航空母舰 以及核动力潜艇作证 只是一旦战争隐性被拉起 不止朝鲜半岛和美国 恐面临毁灭性灾难 全球都将难逃 何占一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